自换反应一 铭袋和吸盐酸的反应 实验器材 将一节铭袋置入试管中 倒入吸盐酸 马上可看到氢气的生成 安全起见以试管夹夹住试管 点火以检验氢气的可燃性 每袋的活性比氢大 便将氢气置换出来了 再看一次吧 置换反应二 碳和氧化钳的反应 实验器材 将适量的氧化钳置于木条上 将木条点火燃烧 燃烧一阵子后 将火吹洗 很清楚地见到 铅的金属光泽 木条中含有碳的成分 碳的活性大于氢 所以将氢从氧化氢中 置换出来了 另外一次的燃烧 也可清楚地见到 氢的金属光泽呢 置换反应三 每袋和二氧化碳的反应 实验器材 在广口瓶中 倒入适量的锡盐酸 加入一刮勺的碳酸钙 马上可见到二氧化碳的生成 摇晃一下广口瓶 增加二氧化碳的产量 以干锅前夹住一节铁带 至于酒精灯上加热 因为二氧化碳比空气重 所以尽量将铁带 置于广口瓶的下沉 铁的活性比碳大 所以置换出黑色的碳 在铁带上可清楚见到 白色的氧化铁 及黑色的碳 在广口瓶上 也可清楚地见到 从二氧化碳中 置换出黑色的碳颗粒